第四小题 它说根据密码子跟氨酸的对应调 能够携带钢氨酸的TRNA的反密码子为何 好,各位,它不是问你密码子 它问的是反密码子 我们先回来看钢氨酸在哪里 钢氨酸,钢氨酸在在在在在哪里 在这里 好,那你们先记一下钢氨酸的密码子 是不是GG后面的第三个位置随便 前两个都GG 这是GG啊 第三个随便 好,那各位,我把这个抄在后面 钢氨酸的密码子就是Codent Codent就是密码 它的密码子是五端到三端 是GG问号 这个问号可以带AUCG任何一个 好,既然密码子长这样 那反密码子呢 Anticodent 反密码子就会是它的对应 好,这边是3+,这边是5+, 也就是这边可以是C, 这边可以是C,定上的位置也是随便 所以答案你看,CCA,CCG,CCU,CCC 答案就是这四个 就得到反密码子了 而且他有跟你讲哦,是由三端到五端 他其实很好,你就这样写 不然照理来讲,你应该要把那个方向列出来的 不然不能算对 可是他题目已经可以讲 请由三端起上五端 你就很好配对出来了 好,这样请问有什么问题 对啊,就是啊 哦,我懂得意思了 好,我懂得意思了 所以第四题呢,他为什么前面炸了这句话 请依据密码子跟Anticodent的对应表 所以第四题直接针对了这个图的这个地方而已 就不是由上题延伸下来 如果依上题就应该只有一个密码子 一个反密码子吧 好,所以你这一题你是不是只写一个反密码子 所以你要分数,对不对 给你啦 给你啦 给你啦